中文字幕 scaled by 蘆芬 woo 如果我這樣子 行動之下 我這樣推了 我再撕力了 可能沒有在移動 我再撕力 要請問我的力力怎麼樣 太大了 被子也是掉了 太小了 力太強了 啊但是平衡摸他力 有摸他力 所以我有一個推力 我有一個力往這邊推 對 我的手往這邊推 我的手的力被子也平衡了 底下也沒在動 那底下有平衡 那我們先講桌面上好了 我桌面上 我們先看到我的手 我的手也在撕力啊 因為上面的那些顆粒 對 被上面的摩擦力平衡了 那來講如果說我們說摩擦力 我們現在把氣圍來看 很像摩擦力齁 我的手 上面有一個一圖一圖的 對不對 這就像是摩擦力一樣 我在撕力的時候呢 我這隻手要向下移動 撕力 向下撕力 可是他們因為靠在一起 如果是向下這樣子靠的話 他們之間是不是頂著 他沒辦法移動啊 所以你要對於撕力 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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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力要什麼情況 他會開始移動 可以打破的感覺 可以 第一個是打破 一個是你撕力的時候 他會向上一點點嘛 對不對 因為他的斜面對不對 好聰明喔 他會向上一點點 當他可以開始移動的時候 他就移動了 好 一個是打破 這是刮痕嘛 所以你看我們在摩擦也沒有刮痕啊 刮痕嗎 其實他只是 因為我們的接觸力都會有些小小的像摩擋這種東西 就是 假設我們另外一個面的話 好 它有些地方會卡到 有些地方會有間隙會卡住 這個時候都是摩擦力形成的主要原因 這是摩擦力形成主要原因 那還有另外的摩擦力是升空的現象 它不一樣 但是這種現象是卡住 那卡住的時候 你讓它移動 一定要是 基本上要先脫離這個所謂的 你看 它是卡住它嘛 要先脫離卡住的地方 它就可以開始移動 那沒有脫離之前呢 我這白色的 如果 往這邊 我先推一個字給它對不對 它就會想往這邊移動 所以它就會推動 它就往前面推動了 我在推動過程當中 如果底下這個桌面卡住它 所以底下這些點 會形成一個 對白色的這個問題來講 各個力阻擋它 各個力阻擋它 這個阻擋的過程 阻擋它 阻擋它的力就叫做摩擦力 所以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想像這個摩擦力通常是跟你運動的方向 怎麼樣 相反 跟運動方向相反 但是如果我們有運動的時候 像我這樣子推 我這個手我私力喔 可是沒有移動啊 這個摩擦力跟也沒有運動啊 跟什麼東西相反 這個摩擦力啊 這個功力跟我手中的摩擦力 跟我私力方向相反 對不對 所以它才能夠平衡我的力啊 所以 你看我的力 被這些力 平衡掉了 所以推不動嘛 你把力相加之後 剛好兩個力的時候 我的力就推不動它 什麼都可以推得動嗎 你的力離開起來 對 我的力大於胖的時候 當我這個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我看到這麼大的力的時候 越來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我可以把這個力說的 把這個力大過它的阻礙的時候 我就可以推動它了 所以這是摩擦力特定 那這個力為什麼會跟向下的力有關 這個摩擦力為什麼跟向下力有關 什麼 要卡住 要卡住 那如果向下的私力多一點的時候 卡更緊 卡更緊了嘛 我把這個輕輕卡住 我向下的私力卡得這麼緊 你是否會推動它更難 你自己可以推動它 你自己可以推動它 就用手上卡住就好了 你當你踏得很輕鬆的時候 很容易滑動 我腰力卡住的時候 是不是滑不動 對 有這個現象嗎 所以你向下力越大的時候 你的摩擦力自然就越來越大 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所以我們的摩擦力 我們的摩擦力 正比於如果要用它桌子概念來講的話 就是桌子本身的重力 加上上面向它施的力 跟它的正比 就把它相加 簡單來講呢 我們會給這個B 再另外一個名稱叫做正向力 好這以後你們都學到正向 因為你們都 我們在學那個 反射的時候學過 把線沒有 有 記不記得把線 有 把線的英文叫做 no-mo-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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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o-mo no-mo-mine 它就是正 正常 對就是正常的 正 正正 正正 正常的 no-mo-mine 那或者我們如果在 故理學的相關視頻上 我們看看正方向 怎麼樣正方向 這個桌面上的no-mo-mine 在哪裡 no-mo-mine的方向在哪裡 這是方向嗎 自然 垂直於桌面 這個桌面上 有一條線的方向 這條線的方向 垂直於這個面 我們就說 那是它的 方向 如果英文叫 normal direction 就是它的正向 它的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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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簡單來講 假設這邊有個皮面 我的風打進去了 這個 這條線叫做 mon-mine 對不對 mon-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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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垂直於這個面 的線 叫做法線 一定要是mon-mine 的意思 是正向 正向 它叫法線 這個方向叫正向 這個方向叫mon-mine 因為我們在 台北東京 我們就給一些系統說 給一些東西 定義 定義完 所以我們在以後 講這個東西 大家知道之後 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這樣一碼 要正向 所以呢 這個桌面的正向在哪裡 這個方向叫正向 對不對 這個接觸面 的正向在哪裡 也是想一下 就是這個垂直方向的正向 OK 所以我們說 摩擦力正比於什麼 這個方向的力 對 就是正向力 這樣可以接動 摩擦力的大小 正比於正向力 正向力 正向力越大的時候呢 摩擦力就越 小 很大 所以我向下 你的向下式力 越大之後 反而越容易推 對啊 對齁 對齁 你的肚子直接跟摩擦力一樣 基本上 你向下的力越大的時候 這個做力越不容易推動 對吧 合不合理 我做的 你比較好推動嗎 調出我 你這樣好推動嗎 沒有 啊為什麼你剛剛告訴我說 因為正向力越大的時候 摩擦力越大的時候 摩擦力越小 有問題 沒有問題 屈宇沒有問題 屈宇沒有問題 好 所以再看一下 我們會這樣寫 這是誰 這是 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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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好 所以我會寫說 摩擦力 等於 摩擦力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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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是 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就是正向力的意思 正向力什麼意思 知道嗎 正向力什麼意思 就是垂直於這個面所設立 蛤 K是這個面 K是這個面 K是什麼 K是什麼 K是這個係數 K是什麼係數 先當天講 我們在學D是學K K是學什麼 我們在講 F等於K X CVC的KX 這是骨科定律 骨科定律 我們講到說 力數跟距離成分比 那這K是什麼 K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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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說 這是骨科定律的時候 我們的生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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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跟D 成正比的時候 這K是什麼 K是什麼 想看看長黃 我那邊是F F是力啊 那X是什麼 AX是距離 是長量 K是什麼數字 K是什麼數字 這K 代表什麼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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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是什麼 AX是 他問的是長量 就是深藏量 越大 K越大 代表深藏量越大 K越大 代表深藏量越大 對 想一下 假設 一公分 代表硬 Caló讀 可以多少 可以多少 K多少 K 1C 硬油顿是11公分,非常好 非常好,A代表硬油顿是11公分 那如果硬油顿是3公分 A等於多少? 硬油顿是3公分,非常好 硬油顿是11公分,現在是硬油顿 所以誰比較大? 1公分可以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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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我們來想一下這個意思 我們回來聽聽 這邊剛好講到一點點 一點點是比較大 關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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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式子,知道意思嗎? 這個式子,知道意思嗎? 我們從這圖,知道這個式子 知道意思嗎? 知道意思嗎? 不知道意思就舉手了 好,不知道這個意思我簡單解釋一下 我身上1公分的時候我第一次1牛頓 身上2公分的時候第一次2牛頓 身上3公分的時候第一次3牛頓 那我就可以寫個式子 F等於1X 可以嗎? 1公分的1牛頓 2公分的2牛頓 3公分的3牛頓 可以齁 但是這1,剛剛安理講得比較好 1屍上是有單位的 假設這邊的單位是牛頓 這單位是公分的話 這個1屍的單位是什麼? 是公分分之牛頓 蛤? 因為這樣子公分 它會跟公分約一樣 它會整個牛頓啊 有道理 有道理齁 知道意思嗎? 後面那個公分的 公分是X X是有公分的啊 是不是? 這邊有沒有清楚? 不清楚要舉手才能解釋喔 不清楚 哪裡不清楚? 你說X是... X代表什麼? 那個...單位 什麼東西的單位 呃... X代表什麼? 什麼常數? 什麼常數? 蛤? 庄謗的身體郎 My føle pracy 匪 кли 他ึ 他 所以每多1公分我需要多1公分的力 每多1公分需要多1公分的力 所以這是一個公式 或者說這是一個數學式 數學式我們就可以寫下來不長相的關係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推論 假設我現在生長了7.3公分 我需要多少力 是不是 F 等於 K 等上7.3公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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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K 會點多少 K 是什麼 K 要回到我們原來的計算 然後呢 當我們 我就有做個表 這邊是 D 量 這邊是法碼的時候呢 我0的法碼是 0 對不對 誒 我錯了 這邊是長度 好 這是法碼 對不對 我0的時候是 0 1的時候是 2 2的時候是 4 3的時候是 6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這叫表 蛤 這個瓶在做什麼 這個瓶在做什麼 放一個法碼的時候呢 它正常了2公分 對啊 法碼代表的是什麼 重量 也是膩的意思 對 法碼代表重量 也是膩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彈簧拉了一個膩 所以拉到拉長 對 你的力越大 就是彈簧長度越長 對吧 所以力越大 彈簧長度越長 對吧 你可以從這東西 做到一個關係嗎 我們在數學上 學會議員一方人是沒有 學過嗎 學過嗎 Y等於 AX 學過沒有 這不是也有一次 事實上 這三餘一次 因為它有三個位置數 但是因為我沒有把它寫出去 所以你看不看幾元幾次 為什麼 因為呢 當你把XY帶進去的時候 它就變得一而一次 你看 X是Y等於0的時候 等A乘以0 這幾元幾次 一而一次吧 那你把這個再帶進去的時候 得到什麼 假設Y代表長度 不是 對不起 Y是力量 X是長度的時候 帶進來 那帶進來這個是什麼 Y是力量 所以1等於A乘上2 是不是 這幾元幾次 6元幾次 好 A可不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A A是多少 2分 這是數學 因為數學很簡單 明明數學都沒有單位 2分之1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所以是不是可以知道 我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Y等於2分之1 AK4 可不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可以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這個實驗得到這個結果 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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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一下 什麼意思去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重量等於長度的1.5 蛤 重量等於長度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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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這個意思 我們先不考慮說 它的這個代表意思是說 當AX值出現的時候 Y的值是X的1.5 是這個意思 Y的值是X的1.5 是這個意思 Y的值是X的1.5 X是Y的1.5 X是Y的1.5 Y是這個意思 他們以為2分之1在這裡 Y是X的1.5 對不對 所以X等1的時候 Y的多少 X等3的時候 Y的多少 6 X等3的時候 Y的多少 你不要想 看這邊 X等3的時候 Y的多少 1.5 1.5 2分之3 1.5 1.5 1.5 對 所以 其實真的很簡單 當我們把物理的意思 放進去的時候 X等1 X長度 所以 我看到一個東西 它拉長了3公分 我就可以知道 它的Y Y代表法碼 那相當有幾個法碼 是2分之3個法碼 是吧 所以這關係就出來了 這關係就是 我們從數學 你們有學過台數嗎 有學過函數對不對 函數跟P的意思 方成4跟2的意思 方成4跟2的意思 方成4跟3的意思 方成4 3的意思方成4 3的意思方成4 一定不會 但是為什麼它 30會被1.5的 什麼 是不是要比較 要10 這個時候 Y比較 比X 為什麼Y比較比X多 2分之1 從這個時間上看 表示一個法碼 就拉長2公分 對不對 Y是法碼 一個法碼等於2公分 兩個法碼等於4公分 為什麼法碼一定要比長度 多 沒有一定的道理 我只是說 所以說你看 這邊的這個X 這個2分之1代表什麼 就是剛剛寫的東西 F W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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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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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越大越硬 越大越硬 你看看 我要彈一公分 如果這個K值很大的話 表示我需要很大的力 是不是這樣子 我K值如果很小 我一公分的彈簧 然後它是一公分 我比較有一點點力啊 不是嗎 是不是 我這個K值是不是有力量來決定啊 是不是 是不是 這K值啊 這K值是由我這個彈簧長度跟力量的關係來決定的 對不對 我如果拉一點點 我需要很大很大的力 我不是拉一點 我拉一公分 我需要很大很大的力 K值很小還是很大 很大對不對 一公分了 一公分 如果K值很大的力是大還是小 OK 你說你拉什麼 一公分 我拉一公分 你拉一公分 你拉一公分 然後才會 K值如果很大 我拉一公分 你拉一公分 這個X值是1的時候 我如果K值很大 表示我需要很大力還是小力 如果K值很大 表示你需要大一點的力 對嗎 對 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著這邊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我是決定了K值 我實驗不會決定K值 可以吧 我K值一決定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說 欸這彈簧是很硬的彈簧 就很有彈簧 所以K值跟他們叫做彈性係數 OK 所以K值決定 什麼問題 欸 什麼問題 欸 許你確定沒有問題嗎 我看你身有問題 你看一隻 快暈倒了 我也快暈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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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想一下說 K值的意思是什麼 就數學的意思來講 就是一個邪律 所以你看 你這個邪律看來 你來講的話 邪律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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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需要軟的彈簧 不一定是軟的彈簧 不一定是軟的彈簧 旋律越高了 表示什麼 彈簧很硬 像彈簧很硬 像彈簧很硬 其實相當於說 這是一個尺對不對 你看這尺 其實也跟他一樣一個秤 我如果把這邊固定起來 我把東西放這裡 這剛剛有什麼事情 再抗下去 我可以從這個距離 來確定這個東西的重量 謝謝 其實是可以的 不行吧 為什麼不行 在斷掉之前 在斷掉之前 事實上你還可以做 現在我要的這個距離 也會有大概是這樣的關係 它是會帶有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可以取一個 比較近似正比的關係的範圍 當成你測量範圍 實上是可以的 所以每個東西都可以寫一下 所以我在拿這個尺 用這樣的方式當秤的時候 我這邊放的東西 我可以去量這邊的距離 我像這樣拉伸多少 這個也是一個AX吧 我放的東西是不是我的重量 AX AX證明我AX 所以假設這是一個塑膠尺 我把它放進去皮膀 鐵棒會像這樣 鐵棒會像這樣 會 鐵棒會像這樣 也會喔 那這像下的難度是不是很難 沒有 怎麼樣 軟一點 軟一點 鐵棒 沒有錯 所以不同的鐵棒會有不同的 這個可以 鐵棒會有不同的 你看很累了 這樣就寫注意 好不好 那我跟大家三個人 應該在上任期上 所以 所以 可以讓鐵篩一點的 所以說 所以 所以 對 對 基本上 沒有啦 其實我們現在不覺得 會常常努力跟壓力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問題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因為我覺得 我們在討論一下 譬如說 像米妮跟徐宇 上來上去最少了 米妮跟上來上去最少了 那 劇盤都沒有回應 然後 大家有時候會砸到眼睛 然後 大家會覺得 上獎隊 上獎隊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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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所以 你們是覺得是數學的影響嗎 沒有沒有 如果 是 是 是 要 今天 這個 還好 有的是 因為 之前的課有沒有聽懂 沒有聽懂 我還是一直在講 沒有 這個我聽懂 先討論一下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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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聽懂那個拼音這邊寫的那個圖案 什麼 我沒有聽懂拼音這邊寫的那個圖案 其實這樣就 那為什麼你不問呢 因為 你們上得很順利啊 不是 我跟你講喔 因為 基本上你任何時間都可以來問問問題 比較遠在這邊任何問題 你在課程上 如果你捨不得 或者你覺得 你不想去干擾到其他東西的進度 你一定要利用其他那個問題 如果你沒有利用其他問題的話 你就上課的時候把握你的時間 因為這是你的權利 你在這邊把你不懂 你不要弄懂 這是你的權利 你如果不懂 你不會弄不懂 因為你 老實說 我不敢講 因為其實 解釋一個東西有很多種方法 一個方法不見得適用到每個人 跟每個人都可能需要自己獨特的方法 我以前學物理我不懂的時候呢 是讓很多時候老實講的 一個方面是跟同學討論 一方面就是你想 我成立也是好理個情侶 他的觀念 我要想好理個月在想通 那你要去想 要去思考 那有這種想通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你突然想通 因為同樣的事情 隨時在想 隨時在想 就突然想通了 好 但是 你沒有想通之前 這東西它就可能是這個問題 那你可以透過不斷地問 不斷地問的過程當中 實際上給你一些靈感 不見得他 不見得他就能夠給你一個解釋喔 你懂我意思 你來問我 我給你一個想法 我不見得我的解釋能夠接受 像我覺得像病毒就很好 我給了解釋他不能夠接受 他也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這是一個好的 這是你不斷地問去 欸 你這個問題 你這個解釋哪邊有盲點 哪邊有盲點 不知道的地方 我會持續下去問你 那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不是我在教他 是他自己來教自己 你們都是一樣 我在講的過程當中 不是我在教你們 你不要一直想說 往那邊聽修一節 我就一定找到 不是這個意思 你來這邊都是在找自己的解決 每個人都在找自己的答案 你自己在思考的問題的時候 你必須給自己想說 修一牆的東西 他在想什麼 那我的想法是什麼 每個人後面會用自己的方法 去理解問題 一定是這樣 只是用我的方法來理解問題 所以你要試著找出自己的方法 你要試著找出自己的方法 這樣 這樣就有道理 那你在找方法的時候呢 你如果找到方法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太少放棄 你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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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放棄就輸了 一放棄就輸了 你來這邊 你要想我們都花時間來了 那我如果說 我如果不懂 我如果不懂就把它搞懂啊 你不就是花時間來了嗎 對不對 不懂就把它搞懂啊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一點點的東西 那 我其實 有時候在想 就是說 嗯 我盡可能把自然科學跟數學要脫鉤 就是說 我不要說一定有數學的基礎 才一樣上自然科學 但是 有時候真的很難 就是說 你都完全沒有數學的基礎 也不好講 所以我必須 有些我必須要知道 因為每個人的數學層次不一樣 比如說 我用一個我認為你們有的數學基礎去講 最簡單最簡單是一定的 可是我發現說 還是有點不知道 因為會卡在這個地方 那 同樣的回答我們剛剛講的概念 說 你不懂的東西 你千萬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像剛剛有位同學上台再講一講 就覺得說 我就怕講出來會被大家笑 你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 你只要越有這種想法 你就越學不會啊 真的 你要不斷的 不斷的 你們這樣都學生 我跟你講 你們這樣都學生 我們以前有個概念 那時候純訓校的時候 我們訓校四年 有時候大家 因為我們 有時候會有機會 站到其他同學面前 去管部隊 去指揮部隊 可是很多時候大家都覺得 怕丟臉 怕不好意思 不要啦 不要你去你去 就隨便追著你去 或是找那個 明明就已經很強 所以永遠都算很強在上面指揮 那弱的人就躲在後面 可是我們班人心中講個事情 你躲在後面 你永遠都沒有學會 你永遠都只是以為你好像會的 可是你從來沒有去驗註過 結論什麼 什麼都沒有 等待有一天你畢業人 你掛軍官人 你掛街人 你變成人家的黨官 變人家的老闆的時候 然後才出來發覺什麼都不會 那你的意思嗎 你更丟臉不是嗎 你更丟臉啊 不是嗎 你當有人念你 你要站在台上去 就像 這個 假設你什麼都不會 你就覺得說 沒關係啦 反正我上去又會了 然後你當市長 你就發現什麼都不會 那就很優點 什麼事都沒有做好 對不對 你只有在學生時代 在你最小的時候 就是你最有犯錯的本錢 黃金奇 對 這都是學習的黃金奇 你優點 做錯事講通話 都沒有關係 都可以被原諒 當有一天你去工作了 你不管是你自己拿自己的錢 去投資去做 我講投資 那個看起來很商量 但是你現在去 你現在老闆先來工作 我先去做個事情 結果因為你 以前沒有學好學不懂 所以做錯事情 那個損失可能是好幾倍 你的薪水 誰損失 麻煩損失 那你可能就是說 好啦 你今天沒有做錯 沒有做錯 那明明就是被開除 我選錯事情 請問你這樣得不償失啊 你的損失更大 不是嗎 所以一定要在學生時代 最簡單的就是 是不是又是寶貴的事情 拼命犯錯 年輕本人 年輕本人 年輕本人這個意思 你說 我錯了 哪一個過的 我錯了 那也不需要這樣子 這個沒有什麼好去 沒有好隨便去承認錯 你告訴你哪有錯 你要知道你哪有錯 你說 聽不清楚 我錯了 我錯了 就是慢慢改變 有誰要你慢慢改變 一步一步 我讓他走 對 試著去改變 就是 我就是不用太在乎 我跟面子問題 我跟面子問題很重要 想不到你 丟臉就一下下 對不對 那真的也沒什麼地方 剛剛安古的華碩 他們有誰笑 有啊 有啊 你有點痛嗎 有啊 那你笑一下 笑一下就好 笑一下就好 是嗎 有什麼關係 就是什麼關係 你怕在大中間很優點啊 我問我 很對不起 那我再出事 你沒聽聽說 我沒有在大中間 那 那 那 我是覺得 大中間你回來 大中間你回來 我覺得是這樣的 就是說 很多時候是這樣 你越怕 就 就 就越 不容易把一個事情做 好 那你要學習一個經驗呢 真的是不用怕 就是去做 要去做 當然做之前好好想一想 你沒有 不要說明明知道 這是一個很白目的事情 你還要去做 但是沒有思考 這樣的犯罪也不值得 也不值得鼓勵 你懂我意思 這樣也不值得鼓勵 我所謂的犯罪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都 都是 剛開始學 相較之下 我已經50歲了 對不對 相較多了 我快50歲了 我們的人生經驗來講 我一定比你多 但是並不做什麼都會 但是在這個自然之間 或在這個物理學上來講 我實際上比你經驗豐富 你在我面前表現出 不會的樣子會怎麼樣 會覺得丟臉嗎 那不是很正常嗎 可是你知道嗎 像陳惠好了 他在高三 他在大一 陳惠啦 陳惠他高三的時候 他已經碰到一些物理問題 他的顯示已經超過我們的理解了 好嗎 你們學習速度都會很快 就是說 這很多東西 你們會接觸更多型的東西 你們的速度都會很快 因為我們的資訊 我們那時候資訊沒有發展的時候 我們接觸的訊息沒有那麼多 我們的學習速度沒有那麼快 可是你們現在的速度 學習速度是怪我們很多的 可是我過一半當寶寶 我的一天給你一天一天給你一天 你六年後可能才結束 別的三個東西 或是兩個東西 你有進步 夠不夠 進步很少 進步很少 而且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所以我的唯一鼓勵是 你應該是要慢慢的學習什麼事情 為什麼一直講到你要運行 事實上 你們要想辦法逼著我走得更快 這我已經懂了 趕快 趕快去往下 你要逼著我 你協助你們更快的進步 而不是等待位置 因為我感覺到你們現在會累 上來會累什麼 那我來這邊就是清秋一彈 啊清清清 你不懂就可以這樣 你永遠等我位置 我問你是什麼時候 所以 那你要想辦法改變 你們的注意習慣 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工作 我回到家有時候工作到兩三點 一兩點 我昨天早上還在起來上班啊 我還帶我小孩上班啊 我車上載了那麼多人 所有人都睡著了 都我要開車啊 我可以說 因為他們昨天早排吃 坐在車上睡覺 對不對 你自己要評估這個 我沒有覺得 同學 這東西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有的人需要睡眠多一點 有的人需要少一點 你自己要去評估 如果昨天10點睡 我今天早上很累 我或許 我可能就好睡 我只是說或許 但是你知道嗎 事實上你會覺得累嗎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的 你們的性能代替不夠好 有些東西運動量太少 有些東西運動量太少 然後找你性能代替不夠快 你性能代替不夠快 你性能代替不夠快的時候 你身體會累積一些補助 這些補助 這些補助會讓你累 會讓你不舒服 會讓你不舒服 對 那你們就不舒服 你們是運動過度 你們是運動過度啊 你們是運動過度啊 你們是過嗨啊 我超剛好 你超剛好 一個禮拜就有時間不夠 哪有時間 一個禮拜至少 你們這個年紀啊 一腳可以 你們這個年紀 我老子 OK 那還好 起多月 起多年紀 起多年紀 你們這個年紀 你們這個年紀 老子說我認為啦 你們這個年紀至少每天都要運動一次 每次至少半小時 基本量 你們這個年紀 對 這個年紀基本量 你說那個333啊 叫我講333 那是給 基本上是換個年紀大一點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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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常 那就是很常 所以應該 那是基本值 但是我認為 你這個年紀 正常很重要 應該是超多 每天大家 就每天至少三十分鐘 每天至少三十分鐘 每天至少三十分鐘 對 對 等一下很好 你一定要超過三十分鐘 騎腳踏車七公里 那是有一下 這樣子 你都是鐵皮擋 然後 然後至少要讓自己有流流汗 要流流汗 好 你如果有流流汗的話 至少可以注定你這個新人代謝 所以 你通常會覺得累 我覺得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你能睡飽 第二個是沒有性能代謝 然後性能代謝太弱了 你說 你 還是我就是這樣 我覺得 你 如果這樣 你不要再舉手啦 你一直舉手 都不能不講 然後我說 你說 你為什麼會強迫 就利用這次強迫已經把問題講關了 好多講 你說 你們聽錯了 然後 就馬上就忘了 你忘了 我忘了 OK 我忘了 好 我忘了 你最近睡不好 所以每個人的狀況空間 你要去找出這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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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些人可能是想太多 有些人可能運動過量 像昨天曾運動 他運動過量 所以昨天睡不好 但是有人說 現在你們在小白目 對 一定有自己的事情 他是在騙我 對 今天我要確認 你的白目就是真的 好 去跑步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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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條路那麼大一大 你昨天是幾天跑步 對 昨天 今天跑步 然後 然後 昨天不知道是 跑步的關係 結果 每天都睡不著 是齁 所以如果我們去生理上的解釋 昨天 那生理上的解釋 就生理上的解釋 你跑步都需要能量 對 這真的沒有做什麼事 但是你生理 怎麼會用 你的人類很容易 慢慢來 不要跳外快 我說 你生理會燃燒什麼 脂肪 脂肪 糖類 會先燃燒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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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斷地打肝糖 肝糖轉換成血 讓你的身體可以燃燒 有能量 對不對 有時候你現在停了 出一弄了 這個成衣會忙走停嗎 不會 他會再燒一下下對不對 讓你身體能量過高 你身體能量過高 你身體能量過高 會怎麼樣 感現出來什麼情況 沒有啊 休息日有 蛤 不會抗憤 不會抗症 所以你本上有些 那時候他一直燒 你就會 那還有一個方式就是 你要運動過度 就是把胸燒 稍微沒東西可以燒 那就會累啊 你稍微沒東西可以燒 你就會累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燒 剛好 他燒到最高點的時候 你休息 覺得他還是持續燃燒 那時候產生更多的能量 你知道 你就會覺得 你抗症 就會休息一下 所以 對 人心是十分 對 人心是十分 好 謝謝 多分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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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面心 面對 人心 不是啦 人心人軟 好 OK 當我常見人間 當我常見人間 人心人軟 OK 那個 所以呢 我覺得這樣 那是什麼問題 沒有 基本上 我還是這樣 建議大家 你回去學習 你要是不是要比我多一集 比我早一點 然後性格 你要超越我的速度 我們要超越我的學習速度 然後你在這邊帶個問題來找我 那最好的學習模式 最好的學習模式 你不要來這邊 最好不要我也是敢帶我給你東西 我現在上課 基本上我來這裡給你東西 那給東西有時候你會覺得累 因為你沒有準備好 對 對 你程度沒有到這邊 所以給你東西給了之後呢 你就一下子吃飽 就撐了 過 過 你的腦袋就滿了 你說 對 什麼 過 嘗試過怎麼樣 過 超越速 超越速 然後呢 吃吧 然後怎麼樣 現在要避免 然後你要避免 然後你的效果不好 然後你的效果不好還是 我沒有 我不清楚 你這樣做這個 你是效果不好 你是效果不好 還是有效果不好 你嘗試過結果怎麼樣 有點過 來 來 OK 那有嘗試過很好 其實基本上有嘗試過 我比較期待的是我上課是沒有跟我說不懂 幾乎點同學一天 基本上是妮影啊 或者是像徐宇今天表現對不對 那妮影是早就睡過了上課 我基本上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說他們還有跟我說不懂 可是你跟我說我基本上是問比較少 你說 陳先生還有跟我說 我問你之後你要是夠回答 那我講的時候有問題 你要記住那時候 我說我不會 對 對 因為我很難相信我講幾多種 我不是脈絕 我不是脈絕 什麼 剛才畢哥 我聽見他講話 不知道 我不是說 你不敢 所以那就問題啦 所以你就知道問題啦 不是嘛 那你就不要 不敢講就講啊 對不對 每個都是一樣 你約我講 修飲會有問題 对对对对 所以不会有病 对对对 Please repeat again 对不对 对 所以会 你要最高的不断的去思考 我会觉得 我自己的经验啦 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怎么样 我自己的经验是 没办法思考的时候 我觉得对 像有时候我那时候去 我在福利的时候 他们跟我们司机去自拆 重新开车 那时候北东路 那个什么 高速公路还没开始 还没开好 我们都走了9、8、8、8 才去台北 然后去中枯南部 你这样啊 你知道我上车 我就睡着了 自己没有失望 对我没有在失望 那放空容易啊 对对对 然后那个车子这样 晃晃晃晃晃晃 我都睡得很疼 然后停下就是说 好你开一下的吧 我看你这样全身上 一下这样子 一下这样子 然后还可以睡着了 我说 我就这样子啊 我脑袋不想自己 就很容易睡着了 好那因为 我觉得另外一个状况 因为我可能平常 欸这很难 我平常工作的比较晚 所以睡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只要躺在不动 所以你先躺在一起睡 我基本上躺在一起睡 我基本上躺在一起睡 是不是 就是 就可以解决那样 就是一个正经 没有 像我也一样 我躺在一起睡 我基本上躺在一起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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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躺在一起睡 我只要躺在一起睡 好 要躺在一起睡 要躺在一起睡 对啊 想太多了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 当你想太多 你平常 像你的状况 我自己感到很急 你虽然没有问题 但是我知道 你哪在一起睡 为什么 因为你会在乎别人看法 你太在乎别人看法 那些学学俊宇 对啊 根本就丢脸也无所谓 我也不会在乎别人看法 你可能会问你 你跟你会问出来 对对对 我没有对应 我就做自己 做你自己 做你自己 你不要在乎别人眼光 不要在乎别人想法 你不要在乎别人想法 我现在讲这电话 掌墙那件事情 做那件事情 不知道他会怎么办 不知道他会怎么办 不知道徐宇怎么办 你也会讲的 就是硬就是说 你也会讲的 听听听听 听听听 听听听 听听听听讲话 我本常会就是想下一步的问题 你说下一步的问题 你说下一步的问题 还是你自己觉得 要是别人会怎么样 我觉得 你会使命所 听不懂下一步 你说这什么事 我觉得很后的问题 想后果 你说后果是担心别人的看法 还是说 嗯 也有是 会变成谁 OK 这分 这东西当然是要思考 就是我们做计划的一部分 比如我今天想说 我现在要骑摇车去学校 就走去学校 做公车去学校 我当时思考 我如果骑摇车 我可能会流很多汗 我可能会觉得很累 我可能会觉得 一不湿 不舒服 我如果做公车 我可能时间比较久 可能会很安心 我如果走路的话 时间花更久 我会有时间 我当时思考 他的状况 最后的状况 不是吗 代价 你是想这个吗 我想下一步 可能会怎样 有意思就是 就是想不好做一些事情 然后 比如说你的话 想要讲 就是 就 就是 做一些事情 有一点 也会想想 然后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要开 我开车 要过马路 我看到这边有插路的时候 我总是要想说 等一下 万一有机会突然 通过来 对不对 我要稍微想一下 就叫预想 我要想一下 比如说跟大众讲说 我爱你的时候 大众是什么反应 对不对 大众可能会很真心 会很错 我会觉得 对 所以我该接一张问题 好 所以我们做每件事情 都会想到前一一一后的 但是这个想 通常是方言说 你爸爸把这板看他人 对 安子看我一下 安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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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子 你刚看我什么意思 对 那就有答案 可是如果你心里想 会不会有答案 就开始讲 会不会有答案 对 安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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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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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卖 badges 比如有运异 有 Yoshiti 因为脑袋 你都在 虽然 spring 就是你想了解 你该踩sara 车 还是该 昨天抹m 还是要 我该做什么样事情 还是要减す 我们要做反应 这个想的过程都回答不ью 还要已经алrange 對 还要秩序 就像有些人做过 身上讲过 我们那儿 开车 我做一个 学行车 你看一看一看 快走 快走 我就直接起转弯 然後 過去 然後全程嚇一跳 然後 結果問他怎麼回事 他會有點手衝出來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更大的機會就是剛剛講 你現在是全程撕 這樣子 你剛剛這樣做 你沒有想到旁邊的門車 你只要閃他 對不對 結果你一閃 如果撞到旁邊的鋪車 啊不是 那一鋪車的人也會不會 可是他也不是說 你也不要裝那樣 裝上去啊 因為你裝到這隻狗啊 或一個什麼東西 不管 結果這樣 是賴 其他人是賴 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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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 對 其他人是賴是賴 你要撐到的能命 還是一直賴 你這樣會旁邊的門 那個時間才不進反應啊 那就是你 你 你本能就是你 本能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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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它是危險的 所以我希望你跟他講說 當你車子那麼快速在移動的時候 千萬不要因為一個突然間閃現的東西 你就跟著閃現 懂嗎 你這時候玩一個小閃 對 你這樣子會中到旁邊的人啊 旁邊的人 本來他不知道你會閃過來 他就沒中到 你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對 我是說另外一個被狀 所以說這東西我們事件想是有異議的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討論過之後呢 我在開車我就有這個經驗了 我就知道說下次開車的時候呢 我就不能在車上 一個東西閃出來之後 我就不能在車上 可惜了你 那我就知道怎麼做了 可是我過去想說 別人怎麼想 別人怎麼想 因為別人怎麼想 都對我來講 我沒辦法改變 而且我沒有答案 所以只是困擾我自己而已 困擾我自己的結果就是 我會睡不著覺 我給別人想說別人怎麼想 我很痛苦 對不對 好 我現在想說 既你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 他這麼喜歡我 你不要害怕 她怎麼什麼邪惡發言